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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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中姐妹平安 今天很感謝主 有這樣的機會在影史團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很荣耀洪水這樣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一起禱告好不好 全能永在的父 我們感謝祢 主 我們感謝祢 讓我們翻開聖經 讓祢的話語展開在我們面前 主啊 祢必要得榮耀 主 祢的名安定在天 永不動搖 主 祢的話語是我們腳前的燈 我們路上的關 主 求祢祝福保守我們今天晚上的時間 保守來到這裡的每一個人 保守在電視機前面 也這樣子一起來分享祢話語的人 主 祢大大的是福 願祢的名得榮耀 祝福在這裡每一個來這裡的弟兄姊妹 感謝主 感謝主 奉靠我主 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謝謝黃台長的介紹 我今天講的一個題目是 挪雅洪水 那麼挪雅洪水到底是歷史還是神話 如果大家聽一聽覺得還蠻不錯 之後再來開始 再來就會跟大家分享 歡舟能不能鑽進去 這世上所有的動物 那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人怎麼來的 猴子怎麼變成人 你說這個很多人講了 很多人講要有證據 或是從證據一路講下來 看猴子怎麼變成人 都有證據了 那再來就是看一看 這個變成人 就是說這個世界 我們從聖經來算 這世界其實存在沒有很久 你如果把它時間算一算 我等一下會算給大家看 這時間真的不久 看一張圖 這張圖我很喜歡 這個是誰啊 這個 喔 又叫古龍嘛 對啊 然後 繞一繞 我挺漂亮你知道嗎 難怪夏娃會跟他講話 長這麼漂亮 他說什麼 If I can convince you That the flood was not real 我如果能說服你 洪水不是真的 洪水是假的 洪水是一個神話的 話而已 Then I can convince you 我就可以說服你 That the heaven and the hell are not real 我就可以說服你 根本沒有天堂跟地獄 所以洪水有多重要 所以我們從這邊來看 我們對洪水一定要很深的一個了解 那這個是我大概會講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今天聽一聽 今天聽一聽 講得還行 那下次再來聽一聽 人類的進化史聽一聽 然後看看洪水的年代的衝突 其實還有很多 但是就先預備這幾個 那我們會對以前的歷史 稍微就一些了解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羅亞洪水有沒有證據 有啦 沒有證據 那我們還講什麼 最重要的是聖經的證據 如果聖經沒有說 我們就不要自己去講 我跟我的會友都會講一句話 那個上帝又沒有請你當他的律師 所以他沒有講的你就不要講 所以第一個是聖經的證據 那麼再來我們再來看地獄學的證據 說聖經的證據這麼重要啊 聖經從《篡世紀》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記載什麼 從起初創造到人分散各地 那麼人怎麼樣到這世上怎麼樣遍滿全地 《篡世紀》用十一章講整個人類的歷史 可能說整個人類的古文明 其中六 七 八 九 四章 記挪亞洪水 你知不知道 那本聖經多寶貴 竟然十一章講人類的這種 從創造到分散各地 然後用四章來講一個神話故事 我跟你講 我們的上帝不會這麼無聊 裡面每一個字都那麼寶貴 他花四章去講一個神話故事做什麼 所以總共四分之十一記載挪亞洪水 三分之一 超過三分之一在講挪亞洪水 除了《篡世紀》以外 你看挪亞洪水被很多被使徒被先知引用 我們看一下 在以撒亞書 以撒亞毫不猶豫直接引用 這是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 當然這是上帝叫以撒亞寫的 我怎樣啟示不再使羅亞洪水漫過遍地 我也照樣啟示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 先知在寫這個時候 有沒有想說 這個不曉得是不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可能是神話 他會引用 當然是事實他才引用 那麼 除了以撒亞引用之外 以西捷 這也是很偉大的先知 雖有羅亞 雖有羅亞 但伊利 約伯在其中 主耶和華說 我指責我的永生其事 他們連鵝蛋羽都不能得救 只能因他們的意 救自己的性命 所以我們以西捷毫不猶豫 引用羅亞洪水 除了先知以外 我們看使徒 希伯來書的作者 都是很偉大的一句話 羅亞因者信 羅亞他根本毫不猶豫 這如果是一個神話故事 他怎麼會去引用羅亞因者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 就動了敬畏的心 然後預備一支歡舟 羅亞這個可不 這個不簡單 你說羅亞歡舟 這個羅亞一家人在哪裡蓋 我跟你講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現在在美國坑塔基 有一支歡舟 照著那個聖經的尺寸蓋的 就是長 然後寬50 高30 就這樣 這樣子蓋一支羅亞歡舟出來 請問各位 他用最現代的工具去蓋的 起重機都來了 現代的什麼通通來了 蓋多久 蓋了整整兩年 花多少錢 兩億美金 多少人蓋 聽說 數百個工人蓋 所以羅亞這個 那你看羅亞 這些人 人家來這裡工作 然後領羅亞的薪水 開始蓋 一邊領羅亞的薪水 然後一邊去跟他的朋友講 那裡有一個老頭 腦袋壞掉了你知道嗎 在那裡蓋歡舟 薪水還不錯 我們也去那裡跟他蓋歡舟 一邊跟羅亞拿薪水 一邊在笑他 知道羅亞蓋歡舟 不是我們想像 這麼好像很快樂 你看那個壓力有多大 然後所有的大報紙 什麼香港日報 CNN 什麼VPS大家都在報 有一個叫羅亞的 在那裡蓋歡舟 大家當笑話 這麼大的 你看 多大的信心 羅亞因著信 然後 動了敬畏的心 那就做了 所以 使徒毫不猶豫 引用羅亞風水 那麼耶穌的大弟子彼得 他說 就是那從前 在羅亞預備歡舟 神容忍等候的時候 所以彼得毫不猶豫 引用羅亞風水 彼得沒有說 這個不曉得是不是神話 不好意思引用 萬一他是神話 才沒有 就是 直接引用 而且我們這位 耶穌的大弟子 不只引用一次 他覺得講一次還不夠 你知道嗎 彼得厚書 再講一次 神也沒有寬容 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 淋到那不盡前的世代 卻保護了傳遺道的 羅亞一家八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使徒 先知 毫不勇豫 去引用羅亞洪水 我跟各位講 我看到 這兩節經文 我就相信 羅亞洪水一定是真的 為什麼 這誰引用的 我們的主耶 主耶 主耶穌親自引用耶 羅亞的日子怎麼樣 人子降臨也要怎麼樣 我們的主親自引用耶 馬太記下來 路加在記下來 羅亞的日子怎麼樣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麼樣 所以如果這是一件神話故事 一個道德規範 聖經花這麼多篇幅來寫 然後 使徒 先知 甚至我們的主 來引用它 你覺得這會是一個神話嗎 好 這個只是開場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 羅亞的聖經的證據 那麼 創世紀第五章 一到三十二節 記載什麼 你們把聲音 翻一看 看一看就知道了 這是開始讀就開始打瞌睡那一掌 但是 當牧師不容易你知道嗎 所以要會背經文 我背給你聽 我背給你聽 亞當到了一百三十歲的時候 生了一個兒子 給他起名叫賽特 亞當生了賽特以後 又活了八百歲 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歲就死了 沒有人在看聖經 你們都很相信我 我再背一個給你看 你說從上面背下來不厲害 我從中間背我都可以背出來 該男 七十歲的時候 生了一個兒子 給他起名叫馬勒烈 該男生了馬勒烈以後 又活了幾歲 我不知道 沒有這我沒記那麼清楚 該男總共活了九百一十歲就死了 沒有錯 要真的看聖經 牧師講的不一定對 所以當你把 川世紀第五章 你把它按照名字 然後呢 這個AM 不是Good morning 叫做阿摩摩迪 阿摩是year 摩迪就是這個world 這個是一個拉丁文 所以是world year 所以我們叫做 我們假設亞當出生 叫做零年 他被創造的時候 就是世界年零年 好不好 那麼亞當 然後第二個是他什麼時候生兒子 這是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他在世的日子 他活多久 那這個是不是他死完的日子 所以這沒問題 譬如說賽特他出生什麼 就是130歲 因為他130歲的時候亞當生他 所以賽特是130阿摩摩迪出生 那麼賽特總共活了912歲 那麼賽特死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1042 所以這樣加沒問題 所以 所以以羅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因為賽特105歲生他 然後把他 他是130歲出生的 所以兩個一加以後 阿摩摩迪130出生 所以是235 那看他活多久 905 所以他死亡的時候是1140 這樣沒問題 好 這一張表 細到個位數 它細到個位數 沒有說什麼五十十五 其他的四十五入 沒有這一種 到個位數 那我們就把它 列一張表整個列下來 我問 挪亞什麼時候出生 聖經當然沒有寫 你們要自己算嘛 1056 洪水什麼時候來 挪亞600歲 挪亞600歲 2月17號 那個洪水來了 所以洪水什麼時候來 1656 上帝創造天地萬物 創造人類 1656 人就敗壞到上帝 看得非常難過 要用洪水毁滅這個世界 所以 洪水1656年來 聖經記載 洪水來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環地上 鼻孔有氣息的 都 死了嘛 如果 你知道嗎 摩西在寫這個的時候 寫第五章的時候 壓力很大 他可能先知 假如知道現在有一群人 在那裡算時間 所以他假假假 會不會哪天 有一個叫劉牧師的 要帶著一群人在那裡算 結果一不小心 算了以後 1656年以後 還有人活著 會不會 因為 所以摩西很緊張 你知道嗎 萬一超過的話 我自己把它剪一兩年好了 要不然會有什麼問題 這本聖經會有問題 他會有問題 他自己矛盾 因為在洪水來了以後 除了挪亞一家八戶 通通死了嘛 那如果有一個人 你算一算 1657還活著 1656還活著 那活得很久 活得很快樂 那這本聖經 很可怕 你可以去質疑他 我跟你講 活氣才不會這麼無聊 那你說寫 他就寫 寫寫寫寫 寫到 622 有沒有 你說這裡都5015 好啦 算了啦 22 874 187 162 到各位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馬土薩拉 洪水那一年死的 也許他死了 洪水才來 也許他在洪水中死的 聖經沒有記 不過沒有關係 所以第一個 整個時間 我們把它排下來 洪水的時間 世界年 1656年 他說排這個 有什麼 就是排這個 到底還有什麼 什麼意義 這句話是 既然在彼得後書 二章五節 因為這節很重要 我們一起唸好不好 神也沒有寬容 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淋到那不盡前的世代 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NIV怎麼換譯 前面是一樣 保護挪亞 A preach of the righteousness 那個義的傳揚者 and the seven others 這跟中文有沒有一樣 當然不一樣 不要點頭 牧師看聖經是看得很清楚的 當然不一樣 聖經說 我們河北歡迎是 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NIV自己改了 The preach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 seven others 這整個裡面哪有seven這個字 那問題是 這一句話 在中文翻譯也沒有很準確 因為希臘文 它是ala ala就是but 這是dolong odong odong是什麼呢 就是 第八個 因為我們英文的話 有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對不對 這是叫做數字 次序 四個二個三個四個五個 這是次序 所以odong這個字 是什麼 第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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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亞 這是dikasune 公益的傳揚者 所以如果我們來看希臘文直接翻譯的話 怎麼翻譯 卻保護了什麼 第八個 異的傳道者 諾亞 沒有 阿拉 奧東 第八個 諾亞 這個諾亞是什麼 公益的傳揚者 這是保護 保護第八個異的傳揚者 現在問題來了 彼得 因為 如果是八個 正經不會那麼無聊 你知道嗎 因為八個已經有了 那個八個就是這個字 Octo 我們說那個 我們很喜歡吃那個章魚 八爪魚 八爪魚叫什麼 對嘛 八角嘛 我們說那個八面體 Octohedron 就是這個嘛 Octo嘛 八嘛 所以這個八的話 早就有了 彼得不會那麼無聊 已經跟你講 只有八個人 所以這是沒問題 從前不信任 當時進入環洲 藉著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個人 那彼得不會很無聊 再跟你講一次 卻保護了 那個 那個 挪亞一家八個不會那麼無聊 準確的歡迎是 保護了第八個異的傳揚者 可是這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看 我們剛剛看那一章 從亞當一直下來 異的傳揚者 聖經記載得非常清楚 第一個是亞當 第二個是賽特 第三個 以諾士 第四 該南 第五馬勒列 第六亞列 第七 以諾 第八 馬圖沙拉 第九拉麥 第十挪亞 所以彼得在寫的時候 他很謹慎 不對啊 聖靈感動他寫 主啊 不是啊 我讀過聖經的 是第十個 不是第八個 上帝說寫 他就寫了 第幾個啊 以諾與神同行 怎麼樣 三百年 然後神就把他接去了 所以以諾死的時候 他老爸還沒死 所以他就不是那一位 船下的那一位 所以以諾就去掉了 那麼 拉麥活到七百七十七歲就死 他比較短命 所以拉麥死的時候 馬圖沙拉還沒有死 所以義的傳良者 還是馬圖沙拉 所以你這樣把它算下來 這九個裡面先去掉兩個 挪亞是第幾個 第八個 我跟你講 聖經 在跟你寫的時候 每一個字 每一個字 沒有一句是空話 沒有一句是指向矛盾 就是第八個 第八個義的傳良者 好不好 所以我們從聖經來看 非常的清楚 那之後的話 聖經在繼續記 我跟各位講 你們在讀串世紀 第七章開始 挪亞來 的那個 既挪亞洪水有沒有 到第八章 洪水怎麼退有沒有 你不要把它當神話 牧師怎麼讀 每個字每個字照著讀 來看一下 這短短幾節經文 把洪水怎麼來 怎麼退 記得清清楚楚 洪水怎麼來 川世紀 第七章 十一到十二節 還有第十七節 他說當挪亞六百歲 2月17號那天 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 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 然後呢 四十週夜 降雨在地上 然後 第十七節說什麼 洪水 氾濫在地上 四十天 水一晚上漲 把荒舟從地上飄起來 所以聖經連洪水怎麼來 就是洪水來的時間 多長都給你記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洪水一來的時候 整個把大地全部淹沒了 那麼時間多長 從2月17號 總共四十天嘛 四十天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2月17號到3月27號 整個洪水來 那麼在這個時候 洪水整個下來 然後把這個地面開始沖刷 沖刷要降大雨 那我們在 這裡比較少颱風 你如果看台灣 颱風一來以後 發生什麼事 不是水來而已 連整個河流泥沙全部帶過來 就這樣子嘛 所以整個泥沙就從山上搬過來 我跟各位講 我們那個莫拉特颱風 莫拉特 對 在台灣那時候 2009年的時候有一次大颱風 那個上面那土子一下來 我們去看 然後那個地方的人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尖尖的 有啊 尖尖的 那個就是當初那座橋樑的 吊橋的那個頭 一看淹了大概有十幾公尺 一沙這樣子下來 所以降大雨的時候 整個地層就開始沉積 那麼生物被它淹沒 所以 哇 記載 記載下來 有哪一本書把這個記得這麼清楚 不只這樣子 他繼續講 水勢極其浩大 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 然後呢 水勢比山高了十五軸 山林都淹沒了 那麼在水勢浩大 在地上共多久 一百五十天 過了一百五十天 水才漸漸消了 連水四十天以後 然後呢 這雨還不斷地下 下下停停 下下停停 一直到一百五十天 一百五十天 那麼把天下的高山全部淹沒 只有這本書把洪水記得這麼清楚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走過的路一定會留下痕跡 在地質上面一定會留下痕跡 所以整個水到達這個巔峰以後 那麼地質的影響是什麼 那個沉積物就整個壓密嘛 上面 亞拉拉多高五千多公尺嘛 這麼重的水壓下來 這石頭不硬都難喔 整個壓下來好不好 那麼整個壓密脫水硬化成岩 所以到頂峰 再來呢 連水怎麼退都寄下來 今天講一講以後 你們回去會喜歡念挪亞洪水的 要不然你們念那裡的時候幾月幾號幾天幾天 然後又這個人幾歲生誰 念起來挺沒有意思喔 可是你今天看一看回去迫不及待 趕快把神經拿起來 看看洪水怎麼來喔 所以洪水怎麼來 淹沒的階段 前面四十天 後面呢 再加上一百一十天嘛 它到達頂峰嘛頂峰 然後所以整個加起來是一百五十天嘛 那麼之後洪水才慢慢退嘛 好 洪水怎麼退喔 竟然聖經都寄得清清楚楚 水怎麼退 通通是水 所以全面的退 它從陸地上 全面這樣就退下來 那麼在這樣退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聖經就寄下來 水從地上就慢慢地退了 過了多久 一百五十天以後 水就漸漸消了 7月17號 歡洲就停在亞拉拉山上面 那麼水又漸漸地退 到了十月初一 山頂就漏出來 從7月17號到10月1號 水是怎麼樣退 整個退 從地表這樣子退 當它這樣退的時候 在地表上面一定會留下痕跡 那麼退多久 從陸地上一直退 那麼山頂漏出來 持續的時間 從剛剛 剛剛是到了二月 然後再加一百五十天 之後7月17號開始 8月17號30天 9月17號再加30天 再到10月1號再加13天 總共73天 那麼水就退了 那麼水退的時候會怎麼退 就把上 譬如說 你現在在家裡 你洗了衣服以後 那個臉盆的水有沒有 就把它倒下去 上面有一些泥沙在那裡 或者一些東西 倒下去是會把東西全部沖走 就這樣沖 就在地上造成很大的侵蝕 就沖走 那麼沖了以後 這些泥沙跑到哪裡 再跑到遠一點的地方 水沒有沖到地方 再在沉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水是怎麼樣 全面地退 全面地退 那之後的話 聖經繼續在記載 過了40天 這個挪雅 實在是等不及了 所以他就換一隻烏鴉出去 看水退了沒有 看看一下 所以一直出去 烏鴉怎麼樣 揮來揮去 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停 表示什麼 整個地面還都是水 所以他就換一隻鴿子去 看看水從地上退了沒有 正經說什麼 遍地都是水 遍地都是水 鴿子就沒有地方落腳 所以只好怎樣 再跑回去 跑回去 所以 你說 牧師有人這樣讀聖經 不只這樣讀聖經 連幾天都給你算出來 10月1號到11月10號 總共幾天 40天 那麼整個烏鴉出去 沒有地方落腳 所以水是怎樣退 還是全面退 所以它沒有落腳的地方 那麼這影響什麼 還是一樣 在陸地上大量的侵蝕 然後再把地表的東西 再把它推到遠一點的地方 再沉積下來 這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 通通把證據全部拿出來 因為 因為聖經說有這樣的事情 有這樣的事情 它一定要造成這樣的結果 不會說有這樣的事情 好啦沒有關係 你相信就好 我跟你說 我的會友 從來不會從我口中 聽說你相信就好 都把它抓過來 神經拿過來 一節一節跟它講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看 如果這樣退 這還是第一階段 全面退 那麼之後的話 第八章10到11節 這歌子怎麼樣 所以有植物長出來 它把那個橄欖 拿下一隻 鴿子怎麼會去啃橄欖 我也覺得很奇怪 反正它就啃了一隻就是了 這是聯合國的那個什麼和平 那個代表 鴿子咬一隻橄欖枝 有沒有 從7天 從11月10號到11月7號 那麼水怎麼樣 退了 那麼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它整個陸地開始顯露出來了 表示這個已經不是全面再退了 開始水漸漸的會被在一個河道上面限制 那麼繼續再看下來 所以水從陸地上全面退的時間是多久 剛剛第一期73天 再來換烏鴉出去40天 再來過了7天以後再換鴿子出去 終於橄欖枝回來了 所以再加7天 120天 水從全面這樣退 淹的時候淹多久 淹了40天再加110天 150天 退的時候 哎呀來時容易去時難 來的時候 多久 150天 退的時候 全面退就退了120天 好不好 那之後 串世紀到了12節 他說什麼 我們一起練好了 他又等了7天 換出鴿子去 鴿子就怎樣 再回來了 表示這個地上 應該是很多的空地 所以鴿子就出去 然後呢 那個表示水 如果現在還有水在退 那麼水已經不是在地面上 全部都是水了 現在在哪裡 陸地顯露出來 所以鴿子不用再回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水 已經被限制在河道裡面 被限制 因為本來是 一下 一下去全部 全部都是水 整個這樣子流出去 現在呢 水沒那麼大 所以比較高的山 就把它擋起來了 所以水就順著河道這樣走 有沒有 那麼水就順著河道走 不再全面金石了 聖經繼續在記載 十三節 他說 羅雅六百零一歲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乾了 所以表示什麼 這些水本來在限制在河道裡面 可是現在呢 這水在哪裡 不用這麼大的河道 在一個比較小的河道裡面 就像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就在這小河道裡面流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十一月二十四號 到羅雅隔一年 一月正月初一日 水都退了 而且地上都乾了 所以在這個天數 持續幾天 從十一月二十四到十二十四 三十再加六天 等於三十六天 我跟各位講 你去算聖經 沒有什麼二十九三十的 都是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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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所以這裡二十四號 到那個月底就是六天 然後再加三十天 三十六 所以這個對地質的影響 整個河道變得更小 那麼金實力更多其實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那之後的話 可是呢 上帝要他到什麼時候 二月二十七號 地都乾了 就上帝更多說 OK 你們可以出來了 明明一月一號水都退了 為什麼二月二十七號才讓他出來 所以一月一號水都乾了 但是呢 再用差不多五十七天的時間 我在想 這五十七天 把地整個曬乾 而且 整個洪水來以後 水退了以後 這地上會什麼 如果沒有經過這一時間 把這些 屍體 稍微處理一下 曬一曬消毒消毒 挪牙一走出來 一看 嚇死了你知道嗎 遍地都是屍體 地上有鼻孔有氣息全部死了 所以一段時間 地都乾了 那麼這時候的 對地質來講的話 就跟現在一樣 那麼現在怎麼樣 就是 你現在看到怎麼樣 就是那時候就是怎麼樣 就沒有再變化 就這樣子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把它做一張表格 四十天 洪水怎樣 爆發出來 四十天 然後呢 到一百五十天 它整個到巔峰 所以這個階段是什麼 這個階段就是淹沒 整個洪水就淹沒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它再慢慢退 你看我剛剛有算過 一百二十天是什麼 水全面退 從陸地上 整個這樣退 那麼後來 有一百天的時間 水就從哪裡 河島裡面退 那麼之後的話 有一段時間 叫大兵器 我們等一下繼續來看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聖經 把洪水怎麼來 洪水怎麼退 都記得清清楚楚 聖經是一本 絕對不含糊的書 它所講的 絕對它所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之後我們再繼續來看 那麼地球本來好好的 結果來了一個大洪水 地球怎麼樣 洪水退了以後 然後它就很快樂 就好了 不可能 所以地球會有一段時間調適 那 連地球怎麼調適 聖經都寫了 就寫了 奇怪 這本書 摩西怎麼知道 摩西又不曉得這些事情 怎麼都知道 而且記得滿清楚的 那麼我們依照剛剛的那個環式 你們回去自己念好嗎 在從川世紀第九章以後 那第十章開始 那個他們出荒座以後 洪水過後兩年 傘一百歲 然後生了兒子 洪水一六五六 所以過兩年就一六五八 然後 傘一百歲 所以傘出生是一五五八 這沒問題 那麼一百歲生兒子 那麼挪亞總共活了六百歲 所以傘死的時間是二一五八 你如果這樣算下來 很有趣你知道嗎 亞伯拉罕跟誰下拜 天地的那一位祭司 麥基什德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出生的時候是 一九四八 亞伯拉罕死的時候是二一二三 亞伯拉罕打腎仗的時候 大概是七十幾歲 這老哥還活著耶 這老哥還活著耶 神啊 所以他生到無父無母 無祖母 他通通沒有了嘛 就生他嘛 沒有 這我講的 你不要理我 但是你一算出來 真的 過那麼久 你看 所以我們這裡一看 我們把這個把它 這裡面有一個滿有趣的 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 亞伯拉罕出生什麼時候 一九四八 阿摩姆地 中東小霸丸建國什麼時候 你說中東小霸丸是誰 以色列嘛 為什麼叫中東小霸丸 一個國家打五十幾個 阿拉伯聯軍耶 阿拉伯國家全部打耶 這個打那個打 夠厲害喔 那麼他什麼時候見過 就1948嘛 滿有趣的 所以你把它這樣看一看 回去想要算了啦 自己算一算 滿有趣的 看他什麼時候出生嘛 然後生孩子活多久嘛 死完年嘛 那就可以算下來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把它也這樣算一算以後 你發現喔 到了摩西 詩篇九十篇 他說人怎麼樣 人活多久 沒有啦 人沒活那麼久啦 詩篇九十篇說人活多久 人的壽命是幾歲 七十嘛 弱勢強壯才八十嘛 當然我們現在活得比較久啦 感謝主 七十八十嘛 那你把他們的年齡 也把它做一個圖下來 你看 這就是洪水的時候嘛 洪水一六五八 下來以後 然後散活沒那麼久了 六百歲而已 那麼你在一路把剛剛的那些人 把它弄下來以後 到了摩西的時候七十歲 所以整個人的壽命 一路晚下掉 到七十歲 那麼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如果你們有興趣我們再來聊 最有可能是空氣的涵氧量變化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證據了 雖然我是牧師 牧師不能亂講話嘛 對啊 又是博士嘛 博士也不能亂講話嘛 然後很抱歉喔 又是教授你知道嗎 教授更不能亂講話嘛 所以 在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我只好說有一段時間 空氣就是 比如說啦 我們現在看到蜻蜓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小孩子很喜歡去抓蜻蜓 你知道嗎 好可愛喔 抓蜻蜓喔 在化石裡面 我們有 那個找到的化石 我們把它叫做霸彎蜻蜓 多大隻 兩次展開 七十幾公分 什麼概念 像一隻鴿子揮過來一樣 像一隻鴿子揮過來 所以有一隻蜻蜓揮過來的時候 你以為老鷹揮過來你知道嗎 蜻蜓肉食動物喔 蜻蜓怎麼能長那麼大 所以人家就開始去算 蜻蜓要長那麼大 因為蜻蜓不是用鼻孔呼吸 它用別的東西呼吸 長那麼大 空氣中的含氧量必須要百分之 含氧量必須要百分之三十一到三十二 有沒有證據 琥珀有沒有 琥珀裡面是不是會有一些氣體 你把那個 把那個琥珀的氣體拿出來 那琥珀這樣掉 那個松子嘛 這樣掉這樣掉這樣掉 裡面會把一些空氣包在裡面嘛 那個空氣就是那時候的空氣嘛 鼓空氣嘛 你去分析 裡面含氧量 导致三十一點多 將近三十五 所以人從那個九百多歲 一路降下來 我們現在空氣含氧量多少 二十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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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七十八嘛 那個養大概二十一 那這以後我們再來談 好不好 這不是今天要談的主題 但是地球大概就這樣了一段時間來適應 所以地球適應的時間 大概一直到摩西 摩西出埃及 也可以算 說 牧師你老喜歡算 你把聖經算一算 你越算越快樂 你知道嗎 連什麼時候出埃及都可以算出來 什麼時候出埃及 回去自己算好不好 1461年 Before Christ 祖前1461年 你把他記起來 回去算 噗嚨你的 然後亞當出生年 跟西元公元年都可以對 兩個數據 一個是祖前 一個是公元前或祖前四千年 亞當受造那一年 或者公元前四千年或十一百三十年 都可以算 不同的階段 就有不同營利 什麼叫營利 這是一個地質學的名稱 比如說風吹過來 那是不是一個利 你說沒有啊 沒感覺 你颱風來的時候 你去吹吹看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那個是不是一個利 風吹過來是一個利 水這樣流是不是一個利 是一個利 是一個利 所以這些會造成侵蝕 那麼水下來以後 裡面岩石開始產生一些化學變化 這是不是一種利 這是一種利 這一種我們叫做風化的利 那麼這種風化 幾個例子好了啦 你看到那個紅土有沒有 那個岩石明明好好的怎麼變紅了 就是風化嘛 裡面的那個一些礦物變成鐵嘛 變赤鐵礦嘛 但就變紅了嘛 不紅才怪 那風化嘛 那再來就是侵蝕嘛 另外一個是什麼 地球內部 地震 火上爆發 有沒有 這個就是 整個這種外面來的利 地球內部的利 我們叫做 地質盈利 好 這沒問題喔 因為下來這張圖很重要 這要先搞清楚 我們現在來看喔 那麼起初創造的時候 到了開始人類 開始 這是七天喔 先不管它喔 因為這七天上帝用很大的能量 那麼再來 這個地球的 剛剛講的風化也好 侵蝕也好 那個裡面的火山爆發也好 地震也好 這個震都不大 很小喔 在洪水來的時候 聖經說什麼 天上的窗戶打開了 你以為天上的窗戶 你去打開看看 那多大的力去打開它 地下耶 深淵耶 也是怎樣 裂開了喔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震 地質的引力這麼大 然後呢 一百五十天的時間 那麼洪水就慢慢的慢慢停 慢慢的這水慢慢停了慢慢 就是停下來了 就力量沒那麼大了喔 但是之後的話 水要退 波紐水怎麼退 整個地球都是水 他說你就說他退到海裡面去 那時候大家都叫做海 那他要退去哪裡 那他要退去哪裡 所以只好怎麼樣 詩篇說什麼 珠山上升 珠谷下沉 那山上來嘛 水呢 下沉嘛 所以整個地 再重新再來一次 那之後的話 慢慢慢慢慢慢再下來 經過冰期 地球調適 到現在 那整個 我們 為什麼這個圖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地質學裡面 我那時候 上那個 那個台大地質系的時候 一進去後 地質學第一條金律叫什麼 uniform and Cathrinian 古今一致說 我們叫古今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地球是什麼樣子 那麼以前是那個樣子 我那時候就在想 現在這樣以前也那樣 所以 當我們看到 它這麼大的引力 造成的這些侵蝕也好 這些 成績也好 侵蝕也好 我們做個比喻 比如說 我來到這裡 牙齒掉了三隻 你牧師 牙齒怎麼掉三隻 你猜啊 有兩個可能 什麼可能 第一個 因為牙齒會掉 一定有一個外力來 所以 我昨天跟他打架 一天打下去 吐了三隻牙齒出來 所以牙齒掉三隻 那 古今一致說是什麼意思 本來一拳打下來掉三隻 就是這個 突然力量變這麼大 力量變這麼大 有沒有 結果呢 現在變什麼 摸一下 小弟我現在62歲 摸了62年也該掉三隻了 所以地質學的定律叫做什麼 它把這個整個火韌掉 火韌掉 也就是說 現在所造成的這個影響 完全是因為 所以把這個東西把它用時間來解釋 所以你就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一講就要幾億年 幾十億年 因為你沒有這麼長的時間 它沒有辦法成績那麼多的 那個成績不下來 所以你每天摸我 然後要讓我掉三隻牙齒 最起碼摸八十年 那時候自己掉的 也不是你摸了掉的 所以我們現在 在解釋地質的時候 就變這樣去解釋 那麼這樣去解釋的時候 那這裡年輕人還不少你知道嗎 所以一到大學以後 你們聖經都不科學你知道嗎 亂講 胡說八道 什麼叫 連洪水這種神話都來了 你那個教授才胡說八道 整個演化論就在跟你講 這麼大的營利 這才幾天的時間 那麼再來 慢慢把它回覆 原來這個樣子 要用幾百年 所以整個地質學 要用這麼長的時間 來造成現在的這樣的地貌 可是反走過的必留痕跡 你不會說走過以後就 好啦好啦好啦 沒有這一種的 一定會留下來 那麼在不同的時期 必然在地球上面造成 不同的結果 我們剛剛講 兩個很重要的階段 一個是整個淹沒的階段 那整個淹沒會做什麼 成幾乎整個帶過來 那麼整個侵蝕以後 然後成幾乎帶過來成幾 那再固化 那麼形成岩石 這時候生物會怎麼樣 大量死亡 都形成化石 那麼之後 一百五十天之後 洪水開始退 洪水開始退 還是一樣 會有侵蝕 那麼整個侵蝕地表 就受到很大的侵蝕 那麼這些東西 會帶到海裡面 或帶到那個大陸的邊緣 那麼就會開始新增成金 而且 如果我們剛剛 照聖經所說的 這樣去分析的話 一定有許多的案例 是現在一直學原理 沒有辦法解釋的 剛剛說了 凡事走過的一定會留下痕跡 各位兄姐妹 所以做事情要小心 那個 迴背善爹的事 做了以後會留下痕跡 所以要留意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講 兩件事情 踏踏實實的做事 沉沉實實的做人 牧師你還講這個 要不牧師要講什麼 要講這個 好不好 地質學的證據 那麼地質學裡面 就是我們一進去 一坐下來 我們就一個老教授就走進來 口號白白的 跟小弟我差不多 但是他是德高萬重的教授 進來 歡迎各位 地質學不是一門科學 地質學是一門哲學 我當場暈倒在地 我要來學科學的 怎麼跑來學哲學的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地質學 被這些人講了半天 還真變哲學了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哲學就是 古經一致說 古經一致說 它說什麼 地表的引力 就剛剛講的那什麼風吹 風化 火山爆花 這些力 從古至今都是一致的 你看現在的世界 就可以推論以前的情形 這句話被列為地質學的鐵律 之後我會慢慢跟大家講 這句話誰說的 這句話是一個律師說的 奇怪 律師講一句話 我們後面這些 這些學者 還跟著一個律師 律師有什麼特色 為真理真變 好 這是好律師 你知道嗎 律師呢 還有一個黑的講成白的 這是偶爾有一些 這個就是 所以他提出這一個 大家也相信了 我真的輸給他了 第二個就是大文的演化論 從簡單到複雜 而且怎樣 不停地演化 物盡天則 逝者生存 這句話不是隨便翻譯的 這是從那個大文 58年寫的那種 物種源裡面翻譯出來的 那個 生物演化的那個定律 就是由簡單到複雜 不停地演化 然後呢 物盡天則 逝者生存 我看到這劇 看了就很感冒 這就是白人在弄的那一個 他以為他很厲害 我現在人在歐洲 我跟他們相處很久 我發現 奇怪他們也不怎麼厲害 我以前都很崇拜他們 可是在那裡住久了 我發現好像沒有 所以物盡天則 逝者生存不一定 好不好 那麼這些假設都出現了 現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 沒有辦法解釋的問題 當你把這兩條定律 把它擺進去的時候 很多東西你沒辦法解決 那我們現在看 現在地質學 它根本就活潤融雅洪水 那麼地球幾年了 46億年嘛 沒那麼久啦 現在定出來是最老的 這一塊在哪裡 在那個 大家有沒有去加拿大 有一個Hudson Hudson Bay 我們叫做Hudson 1 那丟了石頭 定出來的年代 這個叫Acastanais 這個 這個目前是大概我們公認 地球上面最老的岩石 那麼它定年的結果是42億年 那為什麼是46億 也是猜的 還是慢慢地要冷卻什麼什麼什麼事 46 反正 anyway 哲學嘛 哲學你相信就相信了嘛 大部分是相信 因為我們很崇拜哲學家 哲學家說了我們就說OK YES 我那時候在讀哲學的時候 沙特知道吧 法國那位拿諾貝爾文學獎 1964年 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 他講一句話什麼 他說上帝已經死了 人生是一片廢墟 聽了還行 OK 我們要在這片廢墟裡面 建立我們的價值 建立我們的意義 年輕人你們有沒有熱血沸騰 我講半天你們怎麼沒反應 人生是一片廢墟 上帝死一片廢墟 所以我們要在這片廢墟裡面 建立我們的價值 建立我們生命的意義 這句話我在想 這沙特幾十萬的年輕人跟著跑 那個存在主義 我在想 對面廢墟了 你建造出來的價值有什麼價值 對面廢墟了你建造出來的意義有什麼意義 這樣的哲學也一群人跟著跑 所以你就不覺得奇怪了 剛剛那兩個也一群人跟著跑 我年輕的時候當然要跟著跑 要不然怎麼畢業 他說這樣我就這樣子 然後 古生物的話 也完全吻合演化的理論 所以地球最古老的生物是什麼 現在目前能夠找到的 大概就是我們一種藻類叫做Stormator Light Stormator Light大概在35億年前 這是一種藻類 我現在都是用億年計算 因為我現在先必須要回歸我的地質系 才能再跟你們慢慢講 所以我現在幾億幾億 你就反正聽聽就好 Stormator Light 好 那麼之後地球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地球上現在所有的生物 都是在五億四千兩百萬以後發生的 在五億四千兩百萬以前 化石非常的少 那麼地球上面主要的生物 就是從所謂的航武技開始 航武技的開始的時間 五億四千兩百萬 那麼開始之後生物突然大量的出現 所以我們叫做生物大爆炸 古生物生物大爆炸 那麼一個最特殊的就是在航武技之前 整個地球曾經被冰封過 所以叫做冰封地球 那麼怎麼樣冰封地球呢 我們先看這個 其實地球我們說有46億年 這麼漫長的歷史 這裡 46億年 可是有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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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間一直到五億四千兩百萬 你說這裡五億七千萬沒有關係 這時間常常在跑 不要太計較好不好 從這裡開始這段時間幾乎沒有什麼生物 那麼從這裡開始以後 生物突然出現 所以這裡叫做 航武技生物大爆炸 這個叫航武技 那整個生物全部通路出來了 航武技生物大爆炸 那麼在這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冰川的曾經 的一些歷史層 所以我們叫做冰封地球 我們看這一張圖就很清楚 就是在這之前的話 航武技這裡五億四千兩百萬在這裡 那麼這之前其實沒有什麼生物 那麼從這一條線以後 整個生物突然就出來 這叫做航武技的古生物大爆炸 那麼在這之前 那麼你說為什麼會產生這個 航武技的那個生物大爆炸 反正這裡有年輕人 我在講你們大概就腦袋就在想 跟你們教授講的到底有沒有一樣 我當然照著你們教授講 要不然你馬上就離開了 我當然要先把他講的跟你們講一次 這就是Stormator Light 你說哇這個三十五億年了 換星這個在澳洲的海岸拍的 就在生物大爆炸之前 你可以看到在地層裡面都有這樣的沉積物 這麼大的石頭 那麼這些都是泥 砂 泥 什麼這些東西 他們就說這個是冰川沉積 姑且不要談是不是冰川沉積 因為我是做沉積學的 這個不會是冰川沉積 你又噴到在所有 這個最後可能就是火山爆發的時候 我們叫做那個 Sedimentary或者叫Gravity Flow 重力流 或者是一種那個很大量那個泥流的沉積 所以這些機質 然後把那個大石頭飄在那個機質上面 那麼這一種沉積物 遍地都有 從地球的最北邊 一路到赤道都可以找到這一層 歷石層 所以我們就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一層所謂的冰川的沉積 遍滿全地 整個地球上面通通都有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叫做冰封地球 那麼冰封地球之後 就開始形成古生物的大爆炸 冰封地球之後 那麼航武紀V4500萬年以後 就開始山葉蟲出現 冰封地 海葵這些簡單過照的海洋事物 就開始出現 那為什麼會這樣出現 地質學是一門什麼學 哲學嘛 哲學最重要就是要有解釋 你知道嗎 在那個時間之前 地球突然變人了 所以這個生物 我開始認你知道嗎 然後就累積了很強很強的那個能量 因為能夠抵抗全球的都變成冰 所以那個生命力 被這個冰這樣奄奄的考驗 突然冰融化了 整個生命就爆發出來了 真像是人類那個苦而流浪劑 就很貧窮 然後忍耐 忍耐 忍耐 繼續在忍耐 有一天能量爆發出來 前途光明無比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冰封地球過了以後 開始所有的生物都出來了 所以山葉蟲 蟻族類 海葵這些簡單的東西 通通都出來了 尤其再繼續上來 我們說那個寒武劑 然後澳陶劑 然後泥盆劑 再來石灘劑 那麼之後的話 整個到石灘劑的時候 大概是3億5900萬年 地球出現大量的植物 所以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在想 這個時候整個地球上面 這些植物的話 就開始有植物 那麼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山葉蟲 蟻族類 之後慢慢地 你看喔 地球上出現大量的植物有沒有 然後開始有些動物 這是什麼 兩棲類嘛 本來在海裡面 就趕快爬上來了 就慢慢爬上 慢慢爬上來 這些兩棲類就開始出來了 再過一陣子以後 這些兩棲類 這個都是照著時間的 從最簡單的 然後這些植物 兩棲類 三億年左右 那之後呢 就開始爬蟲類可以出來 在三疊劑 兩億五千一百萬年的時候 爬蟲類都可以出來 那這時候 那個霸王是誰 他嘛 恐龍時代嘛 整個地球都是恐龍 好 好 那再慢慢來 到了侏羅紀的時候 大概兩億年 所以我剛剛那個時間 一直這樣上來嘛 有沒有 到兩億年的時候 鳥類開始出現 就是侏羅紀 那時候鳥類開始出現 我問你喔 恐龍絕種了沒有 當然沒有嘛 你昨天還在吃火雞 你知道嗎 你那個感恩節不在吃火雞嗎 那火雞喔 聽說啦 是恐龍演化來的 因為前面是恐龍嘛 發蟲類嘛 然後到兩億年左右 開始鳥類開始出來嘛 你知道嗎 所以鳥類開始出來 然後 六千五百萬年的時候 突然有一顆 一顆彗星轉地球 啪 一轉又恐龍就死光了嘛 我以前也相信 可是我後來發現 地球裡面 因為它在那一層上面有 一這樣的一個 稀有的那個元素 那麼最好這個元素是從哪裡來 外太空 轉到地球 然後那個 那個岩石上面 就帶了一這種 這種元素 鋪滿全地 後來發現 我們家自己也有 地球自己就有了嘛 從裡面爆出來不就好了 一定要從外面來嗎 哲學嘛 那麼六千五百萬年以後 恐龍就魅絕 之後 哺乳動物開始起來 這是鳥類 鳥類的化石 大概在兩百萬年之後 那麼現在你說 有的時候什麼五百萬 有的時候七百萬 我也不曉得 反正這個時間一直在調 為什麼說兩百萬 因為我們 有一個叫做Cartanary 我們定義 從第四季 第三季到第四季 其實從人類出現開始 那麼在兩百萬年左右 就元人就出現了 那麼就開始演化成現代人 這張圖畫得真好 最小的 然後呢 然後 慢慢 抬頭挺胸 你知道嗎 這最後是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就是我們 Homo就是人科 Sapiens就是智慧 智人 Homo sapiens 以後會怎麼樣再演化 開始下來 因為每個人都凹在那電腦上面 打電動玩具 打到最後 開始下來 這是人類演化史 剛剛講了以後 有沒有什麼地方不對 完全符合 從最簡單到最老 時間從最原始到最後 到現在 經過幾億年這樣慢慢演化 真的 太偉大了 這套理論 這套理論 現在地質學遭遇了幾個問題 剛剛講的理論 因為如果有洪水 剛剛我們看洪水 跟現在的那個地質學 的那個古今一致說 那個之間的那個營利差太多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現象 一定是現在的環境沒有辦法造成的 因為你現在風這樣子吹 你說台風很大 台風跟那時候的風比 那差太遠了 所以你說暴雨很大也差很多 四十咒月 天上的窗戶都打開了 這個沒得比 那麼一定會造成 岩石學跟生物學的難題 現在地質學遭遇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是古生物學的難題 第二個是岩石學的難題 這兩個難題都要解決 古生物學的難題 那麼生物 很多生物經過漫長的地質碎月 它並沒有進化 這就叫做活化石 那麼所以這些古生物學家 就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Aborrational Stasis Stasis就停止了 難怪地質學是一門哲學 講不通的時候我就創造一個名詞出來 然後這個名詞就把它換上去 這叫做那個進化停滯現象 Aborrational Stasis 問題是 我在讀這個理論的時候 它違背了演化論的第一條原則 也就是說 我現在提一個東西在這裡 生物是從簡單到複雜不停地演化 而且物盡天則適者生存 結果現在有一種生物 它就不給你演化 我就活給你看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它真的活給你看 這傢伙 35億年前就有了 它根本沒有改 在地層上面有它 現在你到哪裡去看 我們通通有它 這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 海邊造的跟現在一模一樣 在加拿大 那時候挖到了一個葉原 這是什麼 水母 跟現在水母有什麼不一樣 它就不變 就不變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一不變就要死 日物盡天則 環境在改變 我就不死了 你拿它就沒辦法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很多 你知道嗎 這個 我們在那個 以前 我們在台灣南海只要當兵 我就到那個福建對面那個金門 漂亮的地方 你們也可以去 金門最好的料理 什麼 就是它 它叫做厚 厚 最早發現的時候 是在四億四千五百萬 那時候就發現它了 那麼它跟我盤上的佳養 長得一模一樣 我就不 你說一定要演化 我就不演化 我就不演化 那你就要被淘汰 我就不要被淘汰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它就這樣活得好好的 活得好好的 所以 所以第一個 沒辦法解釋這個 那只好弄剛剛那個 叫做生物 什麼 那個 那個 精子進化 沒有關係 有一個名詞解釋也很好 最麻煩的是這傢伙 這傢伙 我們叫做 剛開始發現的時候 你知道我身為家多高興嗎 這個發現寫的那論文 我都還記得 為什麼還記得 因為托福考試的時候 還用這隻魚在考人 就這一隻 就是這傢伙 你看 這化石出來的時候 這裡兩隻腳 對面兩隻腳 剛好 我們在找古生物的那個 找到了 因為剛好這個地方 你看喔 這兩個旗 剛好在演化成前腳 就演化成後腳 真的 古生物界裡面 一片的那個 哇 這配合表 出多少 大家一片的歡喜 終於找到密心靈克了 從魚類 進化到兩棲類的那個靈克 找到了 還沒高興多久 1938年 在南輝找到一隻活的 就是他 活的 就長這樣 我跟大家講 不僅找到他 他聽說很好吃 是 如果我們送到那個料理店 去料理料理 應該是不錯的 一隻還蠻大的 我還可以圍一圈 還可以煮一桌 一魚三隻 所以 這個就是 它停止演化 就很好 它就照著這樣 反正它活得很快樂 第二個問題是 生物的出現 常常不是連續的 那麼生物的複雜性的地增 在時間上 也常常不是連續 是突然出現的 所以我們就看 它從山葉蟲 研化成腕竹類 海類 然後再來呢 突然 到了3億5900萬的時候 就大量植物就出來了 到了3億年的時候 突然兩棲類就出來了 到了 然後到了2億5100萬的時候 突然 都是突然 恐龍就出來了 然後 兩億年的時候 鳥類就出來了 然後呢 到了6500萬年的時候 恐龍沒有了 那突然 到2百萬年的時候 原人就出現了 但是總是少了一個 叫做missing link 那 這個 這個一直找不到 那麼 航武器大爆炸的 有一個困惑 這是當我都覺得很奇怪 他說生物突然 進入航武器 那事物就突然大爆炸了 那 以前 就找不到化石 可以跟他有一個聯繫 那麼當他在物種原理 那一本書裡面 1858年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為什麼 在這個以前 你說5億4千多年 4千萬年 那麼在這之前那麼長的時間 為什麼找不到呢 這不是我自己寫 是他那一本很偉大的著作 那個物種原理寫的 我也提供不了一個 令人滿意的答案 可是 身為哲學家 當然不能這樣認錯 所以他就說 因為你們不夠努力 化石找了不夠 你化石找夠了就會有 是找到沒有 確實找到了 在航武器之前確實找到了 可是這些生物 同樣是突然進來的 而且跟前面沒有一點聯繫 那這些叫做 Edicara 這個都是古生物學的東西 大概它的化石就長這個樣子 好不好 像舌頭轉的 像那個圓盤轉的 尤其這一隻 這一隻在全世界都有 Edicara 那麼這種生物也是突然出來 而且跟以後的生物 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空再來談 這個就是 你管它 在航武器 你怎麼看 我們也是不正確的 一張 你在航武器 你怎麼看